对于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加州人来说 高额的汽油价格一直被诟病不断 本周二 加州平均油费更是突破4美元大关 有民众表示 外出出行上班必须用到汽车 生活成本增加使得生活越发困难 据美国汽车协会报道 加州17日的一般无迁汽油平均涨价至4.02元 南加州有些已经涨至4.89元 相比之下 17日全美的一般无迁汽油平均价只有2.83元 高出了近2美元 引起加州高额油费的原因 多被归为加州炼油厂的故障频发和换机因素 不过 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经济学家塞伟林博人斯坦认为 原因不只是上述两点 更大的原因是加州的汽油税 目前加州驾驶人每加轮汽油要缴1.26元汽油税几乎全美最高 他表示 从2015年起 除了汽油税 还需多支付30美分的神秘附加费 至今没人能知道哪个公司在收取这笔费用 万区ABC7新闻对此采访州长纽森 他表示并不知情 今年1月 19名州议员联名出函州检察长 要求他彻底查清到底这项神秘的附加费是什么东西 但是州检察长至今没有做出说明 也没有说到底有没有进行调查 青桃人记者文倩综合报道 刚好 讲ipper 请记得 words 词